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要是台仙碰着你们几个傻子上赶着给我凑KPI 我真是做梦都能笑醒了 因为台仙只能四个人玩 外边女就提议说女士优先 三个女孩再加上唯一一对情侣里的男的 完了情侣男的就摆出了一种 哈哈看见了吧也有对象也了不起 你就这种表情 你说你想不想揍他 别说他想啥 连我都想揍你 接着他们正式开始请台仙 过程中桌子咔咔一顿震 完了光震还不够 他们还得嗷嗷地交船 船的我是脸红脖子粗啊 老专业了 完了正当高潮马上就要来了的时候 咔嚓一声大雷 把这伙人都给打断了 台仙也没送走 所以接下来呢 顺理成章的就该台仙出场了呗 但该说不说 台仙只是体格子大 别的是一点干货都没有啊 他就是把这些参加游戏的主角 轮流抓到桌前 蒙上他们的眼睛 然后逼他们问自己问题 你有什么问题想要问我 必须提问完问题之后 才能理解 那你明确了 你要提出的问题了吗 哎呦我去了 大姐我真是服了你了 啥情况啊 你当自己开记者招待会呢 你在听你自己说话那个声 咋的呀 感觉你们鬼界现在也开始流行玩电了 完了电影 在这段主角轮流见鬼的三四十分钟里 还在不断地穿插他们的回忆 对没想到吧 这个连评分都没有的破片 居然跟我玩起交叉叙事了 你也不颠了颠了自己的金数 那你能插明白了吗 在他们四个的回忆里 都有一个共通的人物 是他们大学的校花 祝该校花不是我崩的 是他们自己电影说的啊 而这四个人 也都跟这位校花有一定的纠葛 像这个一瞅就像玻尿酸中毒了的妹子 以前就很嫉妒校花 外边女遭遇校园暴力 被校花给救了 俩人就成了好闺蜜 这块我要插下嘴啊 请问这三位参与暴力的阿姨 你们有事吗 导演你确定这是大学生 老年大学呀 则是一直暗恋情侣男 还趁着情侣男喝多了 跟他深度交流交叉感染 啪啪也啪啪了 再后来校花不知道因为啥 就跳楼自杀了 完了看到字呢 大伙肯定都猜着了 对没有错 校花的死跟这四个人有关 而今天的这一切 肯定就是人为策划的 目的就是要为校花报仇 你们千万别说我提前剧透啊 谁说我就亲死人 你们瞅着没有 这个破玩意它值得我一透吗 观众但凡是年龄超过8岁 智商超过60 那就没有猜不出来的 原来当年校花跟情侣男 搞对象那会儿呢 秉承着坦诚相殿的原则 就说了自己曾经差一点被非礼 但是后来被救了的往事 情侣男听完就不行了 就要死要活哭起来尿的 出去买醉 还跟别人说自己咋咋难受 咋咋的接受不了啊 我去的我真想一棍子处死你啊 你是不是有病啊 你女朋友是被强奸未遂 那未遂是啥意思 你懂不懂啊 那龙共就被几个流氓 搂了几下胳膊 还没有你平时做按摩的尺度大的 再说了你喝点猫尿就乱性的小王八蛋 跟我俩演什么精神解癖啊 情侣男把这件事呢告诉别人之后 就传到了其他仨人的耳朵里 情侣女值得了之后就来劲了 羞辱笑话说 你个不三不四的女人 快点离我男神远一点 哎呀大家快来看呐 这现在家禽都会说话了 还有剥尿酸女不一直嫉妒笑话吗 就上网发帖天油加醋的诋毁人家 我心思你一个天天上网搞网贷的 哪来的底气第四人家的呢 而歪辫女因为以前笑话谈恋爱的时候 稍稍得冷落她了 她就心里不平衡 所以这次笑话被人误解 她也不帮忙解释 还推波助澜 哎呦我去了 人家笑话是上辈子造多少孽 这辈子碰你了几个你 值得深思啊 终于笑话受不了舆论的压力就自杀了 而主角团里边另外两个人呢 一个是笑话的弟 一个是暗恋笑话多年的小田狗 所以俩人就密谋了这场行动 点了能让人产生幻觉的药 给这四个人闻 想惩恶扬善 但这道理我都懂啊 我就一个问题 你俩交接迷药的时候 就非得在雨里是吧 那要沾水了 还能她们点着吗 气死我得了 完了更气人的是这个解决 笑话他弟 拦住了即将动手的小田狗 说了一堆屁话 大概意思就是 我姐自杀一定是想结束这些事 那咱们就让这件事结束吧 于是第二天天一亮 四个人就啥事没有的 手拉手走了 对大摇大摆地走了 哎呦我去了 那你们折腾这一大圈是屠啥呀 合着就让他们来荒山野岭的睡一觉 是吧 你们催眠大师啊 完了这四个人回到学校之后 派玻尿酸女给笑话写了封道歉信 情侣男掏出张照片 然后给情侣女和外边女 在广播里边念 念完他们就算知错了 就算反省了 这件事就算彻底拉倒了 哎呦我去了 我真是爆炸了 干啥呢 小学生玩过家家呢 我真想给你们几个 这天灵二的敲洗碎 然后把道歉信给烧你们坟头上 烧石坟 哎就这个片啊 看完之后我这三叉神经 都差点被砌成四叉的 哎从头到尾呢 都什么玩意呢 就某手上的老铁们 整的五分钟的短剧 都比你们用心呢 哎现如今 这些那些一大堆 真是啥玩意都能有画面了 是不是 锅碗瓢盆啥的都已经在加油了 那你们油盐酱醋以后 也得努力啊 还有厕所里的物件啊 大伙都不能自甘堕落呀 啥浴霸仙 作便仙 什么自动滚头洗衣机仙 都给老子造起来 我还年轻呢 我还喷的东 大佬们都千万别跟我客气 你们就放心 大胆的拍就完事了 行吧 那这期就说到这了 我是刘老师 咱们下期见 好